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训话的时间短 它的长相和野猪相似 野性十足 猪肉好吃 猪难养 由于掌握不住野性 很多人走了弯路 藏猪到底要怎么养 高手来了 掌握野性 养香猪 即将播出 一大早 牛称豹便把绝麻猪赶到山上放牧 猪长得慢 效益不好 放牧吃草 可以节省一些饲料钱 这是牛承豹的无奈之局 求助农户 牛承豹 34岁 养殖规模65头 求助问题 绝麻猪生长缓慢 绝麻猪 藏猪的一种 从长相上看 绝麻猪与野猪很像 由于常年生活在野外 驯化的也比较晚 公猪至今还长得长长的獠牙 传统中 绝麻猪大多在草原上放牧养殖 由于经济价值高 绝麻猪逐渐走出草原 从传统的放牧养殖 走向科学圈养 然而 这个转变的过程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走得一帆风顺 牛承豹就出了问题 接到求助 栏目组拍出帮小哥实地走访 现在我抓一头 抓一头 咱们近距离地看一下这个猪 这个猪的腿很短 干跑的特别 在绝麻猪的原产地甘南大草原 牧民都是放牧养殖 绝麻猪每天都奔跑在草原上 采食植物的根筋 果实 它们经常会面临 食肉动物的袭击 这也练就了它 善于奔跑的能力 练着耳朵就出了 这个养多长时间了 大概是三个月左右 三个月了都已经 对 我以为是刚生出来的小猪子 这头猪有多重 大概也就十一二斤的样子 那别人家三个月能挨不大 据我了解 它们应该在这个三十斤左右吧 三十斤 对 然而牛承豹的绝麻猪 不光小猪长得慢 其他猪同样也慢 这猪大概也就三十斤左右 这是五个多月 五个多月 对对 五个多月 那别人养绝麻猪 五个月能长多大 五十多斤 像咱们的猪要养到多久可以出来呢 正常的话就是十二个月 能长个八九十斤 养的好的能长多少斤 像其他厂人家喂的好一点的 一年的话应该在这个一百二十斤左右 比咱们要多个三四十斤 是的 市场上一斤绝麻猪肉三十多元 一头猪少卖一千多元 六十五头就是七万多元 绝麻猪肉之所以卖的贵 与它的品种有密切的关系 这是一块绝麻猪的肉 可以看出它的纤维很细很小 吃起来更为细呢 除此之外 香而不柴 是绝麻猪肉的另一个特点 原因就出在肉里面的这些白色条纹 它们均匀地镶嵌在红色的猪肉纤维中 像大理石的花纹一样 白色是猪肉的脂肪 也就是油脂 绝麻猪的肌肉内脂肪的含量 在最为理想的百分之三 这要远高于普通的猪肉 因而吃起来很香 正是看中了绝麻猪价格高 效益好的优势 现在又遇到了生长缓慢的问题 它一直找不到原因 成为制约它继续发展的最大障碍 香土专家黄夏书 47岁 养殖绝麻猪六年 存蓝量1300头 请来黄夏书帮忙 它能否解开绝麻猪 生长缓慢的谜团呢 我把它赶到这脚 你看 我这个景色状态好多了 看着都很机灵 天都没问题 天都好多了 嘴尖 毛长 肚子下垂 跑起来棕毛直立 经验老道的黄夏书 很快判断出 这些绝麻猪的品种很纯 在它看来 品种不好 会直接影响绝麻猪的生长速度 排除品种的因素 绝麻猪长得慢 原因到底出在了哪 大猪 大了个嘛 小猪消了很 那这一点一看 它肯定有问题的嘛 为了让牛承豹更直观地看到 他决定出去做一个实验 你看它是吧 看那两个啥问题 感觉也 目前的话也没感觉到啥问题嘛 大猪吊破了嘛 把他猪吊破了 小猪他都抢不到嘛 如果把白菜换成饲料 也是一样 大猪吃的饲料多 小猪吃不饱 自然也就长得慢 这个绝麻猪的话 它本身就是一个群居性的一个动物 你要是把它单独分开的话 我感觉就失去了它这个缘语的这个 绝麻猪是群体性很强的动物 在草原上绝麻猪一般都是结群而行 公母大小一起活动 一起采食 人家那个感觉大草原 你那羊的猪再多 它那个面积大得很 它这个吃得够 吃这个草多得很 我也是想呢 就是还原这个绝麻猪 在这个野外的生活环境 黄夏书认为 牛成豹对于绝麻猪的习性 出现了认知偏差 其实这是两种养殖模式 绝麻猪在草原上是放牧养殖 草原面积大 食物充足 不会出现大小猪抢食 吃不饱的情况 牛成豹的猪是圈养 面积小 食物有限 猪就会吃不饱 长得慢 大小混养 并不适合圈养模式 之前就是走进了一个误区 完了就是 太注重这个绝麻猪的习性 完了没有考虑这个品质 与这个利益之间的 这个平衡点没有掌握好 调查结束 黄夏书建议 尽快按大小把猪分开 正好牛成豹有个新猪场在建 黄夏书决定 过去看看 能不能分券食用上 这不是大概有个一千多皮吗 这上面不是有这个梗子吗 完了我就再不用枪了 我在这下面直接拉到宝 把它直接围起来就行 你那不行 那实际上的大猪 像你那大小猪都在一块 它还是不脏嘛 听着牛成豹谈自己的规划 谈理想 谈自己想通过养绝麻猪 改变家庭状况 这让黄夏书非常感动 看到这个我干劲 我心里就很感动的 所以我想把它绑一下嘛 如何在锦力保证散养的前提下 规划新猪圈 又如何在防野外的基础上 科学地给猪分拦 答案就在黄夏书的猪场 黄老师 感觉你这挺大的 这有多少磨啊 总共 三百多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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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把他拦开 赶快一点 跑快一点是吧 跑快一点是吧 好 好 好 刮了 小心啊 小心啊 你踩这个足备有多重 这足备应该在二十八星足备 我那边三个月的足备就十八星 这最少差十 在下边那个足夹都给你 建了个新猪圈基本上差不多 牛城豹要建新猪圈 首先要把绝麻猪分圈 分圈就需要搭建围栏 我那个小时做的话 大概做多个合适 一米五的 四五的差不多 除了建造围栏 在这个圈里 黄夏书还为绝麻猪 特别设计了一个遮风避雨的好地方 窑洞 这就是黄夏书 根据绝麻猪爱打洞的习性 专门挖出来的 绝麻猪休息睡觉 遮风避雨 防寒保暖都在这里 这油堵也不大 也不使用 也不省 握上几个足都没问题 由于长期生活在野外 恶劣的环境 造就了绝麻猪极强的生存能力 为了防寒保暖 躲避大型动物的攻击 绝麻猪常常打洞 为自己建立庇护所 完了我就仿照也学习 黄老师那边 自己也做一点有动物 两人约定 明天黄夏书过去 帮忙建造新猪圈 黄夏书给新猪圈做了简单规划 根据大小设计四个卷 四个压了 这是吧 四个压 大两个 好 行了 来来来 过来站住 这个往里面定多深 四十公分 这咋固定啊 铁丝嘛 铁丝嘛 铁丝拿这个一扎是吧 扎在这刚往一行 按照规划 每个卷宽十米 黄夏书建议 每隔三米挖一个窑洞 每个窑洞可以铸六头猪 一米稿 一米款 一米半成 好了 这个都行 就这个样子就可以了是吧 这个几个样子都表着了 经过大家的努力 猪圈建好 现在要做的 就是把绝麻粥赶到新卷 新老卷舍虽然相差只有一公里 这是牛城豹从传统养殖 走向科学养殖最坚实的一步 同样是藏猪 在青海省都兰县 养殖户王海岚 也面临着猪生长慢的难题 为此 王海岚向兰木组 发起了求助 到底是什么原因 导致猪要晚初来一年 高手来了 掌握野性养香猪 正在播出 求助农户王海岚 37岁 养殖38头藏香猪 求助问题 藏香猪生长速度慢 接到求助 兰木组赶往青海省都兰县 实地走访 道路两旁全部都是戈壁荒漠 你可能走一个多小时 然后看到的景色都是一样的 这个就是藏香猪了 对 个头都不是很大 对 它的那个个头也就最大 也就这么大吧 我们能走近看一下吗 可以 人稍微离近一点 它就跑得厉害了 一靠近 猪的综毛立刻都立起来了 而且直勾勾地盯着我 感觉马上就要冲上来咬我一样 拦住点 拦住点 拦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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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起来 有人追不上的 藏香猪 藏猪的一种 外形上看 藏香猪更接近野猪 尖尖的嘴巴 可以方便它从土壤里 搜寻并刨出美食 身处高寒的青藏高原 藏香猪直立浓密的棕毛 可以更好的防寒保暖 而短小流线的身材 能让它在遇到危险时 迅速地逃跑 时刻警惕的眼神 这是藏香猪 在野外复杂危险的环境下 练就的本领 可以让它时刻保持进攻 和防御的姿态 这是一块藏香猪肉 和我们常吃的猪肉相比 它的脂肪只有薄薄的一层 肉的纤维更为细腻 在当地 一斤藏香猪肉 可以卖四十多元 选择养殖藏香猪 王海兰看中的 就是它不菲的价格 但藏香猪却迟迟不能出篮 王海兰找不到原因 那你那个出篮的猪是多重的呀 出篮的猪是七十五斤 多长时间 两年 两年的时间 对 我就听说别人是一年 会到一年半 他们就可以就出来了 快上将近一年时间 对对 当时我就觉得 它这个利润肯定差得很多 你想多养一天 那就是一天的成本 它竟然比别人 还多养了一年 藏香猪长得慢 出篮晚 这是王海兰眼前着急要解决的事 提高藏香猪的生长速度 增加收入 王海兰的压力 并不止在猪场 2014年 账户张金苍做收羊买卖 靠着低价买羊 高价卖出赚差价 然而市场突变 羊价大跌 一场买卖下来 就赔了钱 还欠了债 为了尽快地提高家庭收入 夫妻二人分头行动 丈夫张金苍开始养羊 海兰在家 开始养藏香猪 我就想着通过我的努力 我要一定要改变过来 这三个小猪一个月到了没 买院了吗 一月了 隔完把营养集结跟上来 乡徒专家王海明 43岁 退伍军人 养殖藏香猪六年 年初篮600多头 接到我们的邀请后 王海明和邦小哥 一起来到了王海兰的养猪场 实地查看 这是啥 发霉了的青蚌呗 发霉了的青蚌 对对对 你看打字真大 你还敢用这个柜 不能喂了 它这个对猪会有影响吗 看完猪再说 看一下这个猪 好的 来 走 走 王老师给我的第一感觉呢 就是性子急 雷厉风轻 亦有问题呢 立马解决 六年的养殖经验 王海明知道 发霉青蚌里 毒素可能会破坏猪的消化道 导致猪厌食消瘦 查看了几头猪 王海明发现 猪虽然长得慢 但并不消瘦 精神状态也很好 但王海明还不放心 为了帮海澜排出隐患 他决定继续调查 王老师还想再确认一下 他真的是很细心 王哥 你看啥呢 找啥呢 我现在找猪粪着来 找猪粪 我给你 找猪粪干嘛 在王海明看来 发霉青蚌里的毒素 还会通过破坏消化道黏膜 引起猪的腹泻 粪变正常 没有拉锡 这说明发霉的青蚌 没有导致猪生长缓慢 王海明悬着的心 暂时放下 原因其实并不复杂 都兰线海拔三千两百多米 自外线强 青蚌上的霉菌 大部分被杀死 再加上藏香猪 被人类驯化之前 野外生活 难免会吃到 发霉变质的食物 这让它们天生 具备了抵抗霉菌的能力 因而丧香猪才会没事 虽然发霉的青蚌 对猪还没有造成影响 但是它却在粪变里 又发现了新的问题 这个里面你看 这个青蚌你看 你看 这么多 因为这个青蚌太小 它猪吃了以后 它不可能一颗一颗给你嚼水 它一嘴疼下去之后 牙齿上挨抖着它烂了 嘴里面腾进去 直接咽下去了 就是把青蚌拉出来了 又吸收掉了 对 所以就是建议你 把这个青蚌粉碎 我就觉得娃哥上了心了 要不然他不会去剥那个 但猪拉的那个 使得那个粪便 青蚌没有粉碎 营养没有全部吸收 再加上 藏香猪的饲料 只有单一的青蚌 这才造成猪长得慢 饲料单一 营养不均衡 藏香猪属杂食性动物 需要吃不同的食物 来满足自身 对各种营养的需求 藏香猪的饲料 只有单一的青蚌 这才造成猪长得慢 王海明建议 把青蚌粉碎 同时增加其他营养物质 猪生长缓慢的问题 就能解决 那您那正常出来的话 是多重要 满12个月 就是毛重能达到75斤 它主要 巨大的反差 让王海兰很动心 但改变饲料 会不会改变 藏香猪肉的品质 这是决定她更换 思维方式的前提 海兰 这就是我的养殖基地 这么大 我抓一只可以吧 抓抓抓抓 抓抓抓抓拿一只 我去送给你拿一只 你把最大只藏香拿 现在这个四个月 这个猪是四个月的猪 四个月 四个月都已经这么大了 对 像海兰姐 你那个五个月的猪 这么大 没有时间 王海明的藏香猪 之所以长得快 原因在饲料上 它工具猪杂实性的特点 科学合理地搭配了饲料 小猪 开饭喽 好 回头 说 那么这样养殖的猪肉 肉质究竟如何 这是王海兰现在 最想看到的 仔细看一下 这个就十三个月出篮的是吧 对 对比一番后 把握不准地王海兰决定 拨通丈夫的电话 让她也来看看 喂 你看一下 这个肉丝火了 怎么好 肉丝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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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丝就是小 肉丝 肉丝好 觉得这个肉怎么样 金丝大哥 肉质热和了 肉好呢 肉质没有变化 王海兰悬着的心 终于放了下来 沟通好了以后 我们就按科学养殖方法 把这个脏香猪养起来 好的 好的 好了 你好 你好 你 半成这样子了 金丝你好 一块一块一块 一块一块 那个啥今天晚上起来 特别早 两个人干分过了 金丝大哥 这是啥呀 这几个菜的感觉 比如说 还有这个青柯节感 都非常好 根据现有的饲料 王海明现场 教会了王海兰夫妇如何配比 配的这个料 觉得满意不 满意 满意啊 对 给他准备给他饲饲料嘛 他知道的 说多一点 猪闻到那个啥香味 跑过来了 配比就成功了 今天一个好日子 好好好 今天是最开心的一个日子 值得纪念的日子 你俩把这个猪好好养起来 好 会有这个好结果 是 是 那加油 谢谢你啊 好 谢谢你 王哥 多联系啊 王哥 帮服结束 看到王海兰夫妇 从传统到科学养殖观念的转变 我们相信 通过科学的养殖 和勤劳的双手迎接美好生活 我便接下来 净了 最后多年 很感受 你 screen识 售 都 渡